好,这边跟各位讲说一个重要的观念 因为你要具备这样的观念之后 你才会出去说,我们看到一样不一样的时候 那才知道说,哦,学校 不然学到各位同学毕业的时候 学到教学都没有用 不是,因为它还有很多更复杂的 我们只是大二的一门课 为什么它不足呢? 这个例子来自于这本书 学校图书馆有第四版的电子书 我们假设要最小化的总延迟时间 这个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演算法的概念 叫NPComplete 简单讲就是说呢 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多项式的演算法? 不知道 可不可以找不到? 一定找不到?也不知道 这是资讯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叫NPComplete 它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子的 就是可不可以找到一个 这个多项式实验演算法 未知 也没有人证明说你找不到 好 那 我们要随机产生一千个案例 然后比较六个方法 和决定最佳策略 你如果就算是一千个策略案例 执行一万次也都是这一个 那你或许就会推论说 那是不是这种SOT就是最佳 很不幸的 在这本书里面呢 马上做着举一个环例 这是它的工作 这是它的处理时间 跟它的处理期限 最佳的生产顺序呢 最佳的生产顺序呢 是12453 但是呢 各位注意一下 叫最短作业时间 就是SOT呢 是24153 一个是124553 一个是24153 所以两个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怎么得到这个最佳的生产方式呢 在这个选修课演算法动态规划 或者是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网路上的影片 我其中有一个影片有解释这个动态规划 这蛮有趣的 这个呢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应用这个动态规划 那或者另外它是用穷局法 但是穷局法在这个例子是比较可以算 因为穷局法就是5的阶层 那得到呢 这个总延迟时间 那这个最佳策略有两个 延迟间呢 是370 但是呢 你用SOT最短作业时间呢 它的总延迟时间呢 却是393 所以代表说呢 这个最佳 这个最佳的概念 各位要特别注意到 要强调 因为很重要 这个最佳的概念 再跟各位讲说 什么叫最佳 在那个例子里面 是因为你只用了六种方法 但是方法有那么多 你没有全用 所以你就误以为呢 SOT呢 是最佳 其实不是的 这个地方 马上跟你讲 是一个反例 所以标题 在跟你讲说 经验法则 为什么它会不足 因为呢 它会有差距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23 除以370 将近5%多 超过5% 在某一些产业呢 超过5%呢 欸 不到 不对哦 23 除以这个 哦对哦 超过5% 各位注意到 在很多的产业里面呢 超过5%呢 是非常惊人的改进 5%有的公司 因为这样赚钱 有的公司 因为这样亏钱 所以5%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说呢 经验法则 是不足 所以呢 为什么 在进阶 这个是研究所可以看 一学期的课程 在工业工程 为什么要去研究最佳呢 原因是因为你看 在这个例子里面可以 不同的方法 可以让你改进了 5%的生产效率 所以值得做 这样的一个投资 所以为什么研究更深的学问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好 NP Complete呢 这个 这个是在这个 详细的 会在这个所谓的演算法说明 哦 那 到底存不存在 多项式的演算法 因为多项式的演算法 我们前面有讲过 它是 基本上呢 它的复杂度呢 是比较成长比较慢的 我们可以用电脑的速度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各位要知道哦 NP Complete 是N 这个当你的变数很大 才会有问题 如果你的问题很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动态规划 演算法这门课程 或者是利用穷局法 我们刚才讲 5种产品 有120种排列组合 120种排列组合 你120种排列组合 其实坦白讲 写个Full loop 或是Permutation 这个 你可以用穷局法呢 可以得到最佳解 那我们角色最小的话 所谓的最佳解 就是所有里面最小的可能 但是问题来了 当你问题很大 也就是如果你的订单是1000张 动态规划所需要时间 就不会是多相识 那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这个是问题本身的复杂度 那在演算法那门课里面呢 或者是其他课程 会跟你讲说 我们只要找多相识时间的 近识的这个演算法 近识解 那这个近识解呢 大于你的最佳解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希望说呢 我们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A减掉 这一个呢叫误差 我们希望这个误差的比例呢 很小 代表近识误差小 那你或许知道 或许说老师呢 那我们不知道最佳解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又有另外的数学 来跟我讲 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 最佳解的一个范围在哪里 又有数学 但是又可能要讲好几个礼拜 总而言之有一些方法就对了 好所以这张同文片呢 跟各位讲说呢 所谓的NP complete呢 小问题 不会是 以现在的电脑的计算能力 不会是构成困扰 问题是当问题你的变数很多的时候 你才需要去烦恼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这张同文片的这个重点 所以呢 在问题很大的时候呢 这一个近识解 各位注意到 在资讯工程 研究所又可以教一学期 又是一学期 随便一个东西又是一学期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 你需要更多的知识 才有办法解决实际上复杂的问题